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以往非常成为爆款的偶像剧和小甜剧 最近一段时间频频翻车 除了周生如故 和你是我的荣耀大伙之外 其他的几乎全军覆没 程序员那么可爱 重新定义真实程序员生活 成功赢下了豆瓣2.8分 古装小花照露丝的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 粗质烂造 我的砍战女王又土又尴尬 让林更新的粉丝都感到失望 不过说起来林更新的新剧也将开机了 不过还没有开始呢 这边又因为女主引起了争议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一起来看看吧 哈喽宝宝们 咱们又见面了 最近的剧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严肃类题材的电视剧 竟然吊打严情剧 成为了市场的寻宠儿 扫黑风暴前段时间大火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国庆党功勋 更是在豆瓣上获得了9分的好成绩 儿童时期的小甜剧 纷纷扑接 林更新和吴景岩出演的 《我的砍家女王》也不例外 以这个成绩收尾 自然有点让人接受不了 林更新估计也不乐意吧 所以继此之后 她的又一部新剧很快就开机了 网传这部剧叫《清晨一清欢》 会在10月份开机 估计目前该剧已经在做了 不出意外 这又是一个国偶剧 改编成什么样子 我们也不得而知 不过说起来 这几年小说改影视 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很多大火的影视剧 也是这个套路走下来的 比如陈情令就是一个代表 为什么都喜欢这样呢 主要有两个好处 首先能改编的远珠小说 一定是非常优秀的 读者们都很喜欢看 说明其剧情没有什么问题 很吸引人 所以改编小说就省去了 操心剧本质量不过关的问题 其次 原主小说已经收获了很多粉丝 在宣传上就已经提前一步了 这次林更新的新剧 《清晨一清欢》也是这样 这部剧的原主小说是 烟花惹草的 王的女人谁敢动 听着名字已经出戏了 原主讲述了 男主九王爷和女主 奉清欢的爱情故事 不得不说拍这部剧的风险真的很大 和同样改编小说的 《游匪》 《狼牙榜》等等不同 那些剧格局都比较大 感情线虽然很重要 但更多的是一种 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 所以受众自然 成分混杂 而这部剧 《清晨一清欢》 则是妥妥的填充剧 光听着名字 王的女人谁敢动 好家伙 古代版的霸道总裁爱上我 属于是老套路行完了 也不知道林更新 能不能驾驭得了 男主这个角色 要知道霸道总裁 一不小心就会演成油腻总裁 而且还有一点 也让人十分担心 原主小说 《王的女人谁敢动》 目前仍在连载中 所以说未来会怎么样 故事结局会如何 这些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说 《清晨一清欢》的改编风险 性非常大 再来看看制作组的阵容 导演是拍过李一峰版本 《清云制》的朱少杰 他还参与过 其他多部作品的拍摄 经验还是很老道的 没什么问题 而蒋丽华和凡金 是老搭档了 两人曾担任过 《再见吧少年》 扫黑决战的编剧 摸起方面自然是不用质疑 但两人合作的几部作品 豆瓣评分 最高也仅在6.7分 编剧实力发挥是不稳定的 目前看来 《清晨一清欢》 最后呈现的效果 有些令人担忧 不过 《清晨一清欢》 会成为黑马剧 也并非不可能 除开制作团队外 朱燕也是影响 影视剧质量的重要因素 《清晨一清欢》的男主 由林更新担任 林更新的演技是 毋庸置疑的 朱燕的《步步惊心》 《楚桥战》 《五月传奇》等剧 可被评价相当不错 而林更新在剧中的表现 也是很亮眼 甚至被称为 《九一少女的梦》 不过 今年来林更新的资源有所下滑 同时 因为他发文怒怼网友后 又删除事件的发生 让林更新的路人员 也有些下滑 但总体来说 林更新的实力和热度是有的 网友对他出演霸道 深沉的《九王叶一绝》 还是比较赞成的 但当网友看到 搭档的女主是袁冰岩后 可就有点不干了 有网友表示 袁冰岩演技还行 就是低眼药水 让人受不了 还有人评论 怎么哪哪都有他 甚至有人直接就问 偏方是找不到女演员了吗 看来网友对袁冰岩的意见 是真的不少 其实 袁冰岩的演技不差 在《琉璃老九门》中的表现 虽然说不上是演技炸裂 但还是很有灵气的 不过袁冰岩之前都是不温不火的 直到出演了网剧 《琉璃》才能够成功出圈 和出演过多部 口碑上新剧的《零更新对比》 是有些咖位上的差距 更重要的是 在出演《琉璃大火》后 袁冰岩又因被人扒出来 靠地演药水 演哭戏 有了不少争议 毕竟突然得知 美美的哭戏竟然是假的 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不过此事毕竟是 袁冰岩本人并未承认 是否属实 也存在一定的疑问 但无论如何 这件事情的爆料 却是败坏了 袁冰岩的路人员 除此之外 袁冰岩还有其他的一些事 也被网友们申罢出来 第一件事就是 最近的宠物猪事件 8月17日 袁冰岩因为寻找 自己的宠物猪 被拍到与路人发生争执 引起网友们的热议 从爆料中得知 事情的起因 就是袁冰岩的宠物猪 不慎丢失 于是动用了十几个助理 出门寻找 最终在一处饭店的包厢中找到 可就是这么一个 看上去简单的 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却因为助理的傲慢 使得助理和路人发生争执 因为在助理看来 是路人故意将宠物猪 给藏起来了 但被路人否认 表示自己只是看到 丢失的宠物猪 帮忙照顾 结果没有感谢 还被倒打一耙 听到这话之后 助理也非常的恼火 高声怒气 就是不跟你说谢谢 肖章的气焰 使得原本的矛盾 爱次升级 要不是保镖从周说话 或许袁冰岩的助理 就要和路人发生肢体冲突 对于这样的情况 网友们也是一轮纷纷 觉得为了寻找一只宠物猪 知名女星与路人发生冲突 难免会让人觉得 助理这边有点张识欺人 甚至还有网友评论 助理随主 将矛头指向了袁冰岩 实际上 除了这次寻找宠物猪之外 袁冰岩也曾被质疑过耍大牌 在袁冰岩走红后 曾有爆料 称她将和罗云熙合作出演 班师蜜堂 班师商等女儿 包括在曝光的开机照片中 也能够发现袁冰岩 可谁也没有想到 在禁组一周后 袁冰岩就被爆出跑路 原本的女儿也被换成了小艳 事后有粉丝维护袁冰岩 这并不是袁冰岩主动跑路 而是公司做的决定 袁冰岩不得不听安排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而且作为现一代小花 袁冰岩的一系的操作 也受到了质疑 从老旧门之后 袁冰岩就一直碰瓷赵丽颖 有段时间 袁冰岩与赵丽颖撞脸 撞衫是非常经常的事情 在一些剧当中 袁冰岩的戏服 头型和赵丽颖就是姐妹款 而且由于两个人 都是比较小的脸型 所以当妆容选择 比较相似的时候 就很容易撞脸 两个人也经常选择 同一风格和类型的衣服 所以袁冰岩是 小赵丽颖的通稿消息 铺天盖地而来 小赵丽颖的称号 为袁冰岩带来了 一系列的曝光度 让她快速获得了 大众的喜爱 撑了一大波的粉丝 但是这也引起了 赵丽颖粉丝的吐槽 以及路人的反感 其实本身袁冰岩 长得是非常清秀的 在老九门时期 更是单纯秀丽 然而为了热度和流量 频繁地碰死赵丽颖 也是有些过分了 而且网传还不止 碰死赵丽颖一个 周围这个名字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曾经爆出过 众多的明星恋情 出轨的著名狗仔 那么她和袁冰岩 有什么联系呢 这还得从2016年 袁冰岩和张艺兴合作 老九门说起 一个演丫头 一个演儿月红 两人剧中是夫妻 剧里两人感情好就算了 剧外竟然一次次出现巧合 比如说在张艺兴 更新身手的图片后 袁冰岩也发了一个 差不多的同款手势图 而且与文案没什么关联 而在张艺兴给高考生加油 发手拿考穿的图片时 袁冰岩同一天发一张 烧烤师傅在考优的图 甚至张艺兴2016年11月17号 在韩国首尔开演唱会 袁冰岩就在当天 发了一张自己在韩国吃面的图 张艺兴2016年12月9号 到11号要在日本大阪 开三天演唱会 提前8号从广州出发 袁冰岩就在同一天 也到了大阪 并未发出来告诉所有人 他那几天在日本不停地游玩 连续更新动态 像是宣告全世界自己在大阪 巧合多了总有人会相信 袁冰岩就此与张艺兴 传过很长时间的绯闻 而自封中国第一狗仔的周伟 立刻跟拍他们 还发动态预告直播 拍的就是袁冰岩去日本大阪那次 结果周围发出的新闻里却写着 他们跟了几天都没有发现 张艺兴与袁冰岩有交集 即使之前在统一城市的料很多 但一次筒框都没有 巧合多道 让人怀疑袁冰岩是张艺兴的粉丝 竟跟张艺兴的行程 这个粉丝猜测 完全是在阴阳怪气的暗讽袁冰岩 仿佛在说 他跟着张艺兴的行程跑 不是粉丝就是炒作 其实关于卓伟跟袁冰岩张艺兴这件事 还有另外一种猜测 说狗仔是袁冰岩请过去的 因为放出的图片里 袁冰岩的图全都是超近距离 连按电梯的都有 而拍张艺兴的图就只有演唱会现场 脸都看不清楚的那种 这件事当年也是挺火的 很多网友记到现在 感叹袁冰岩绝了 倒贴不倒贴的 还是要大家自己去理解 是周伟自己要去拍 还是被请去拍 也不能够肯定的下结论 但是能肯定的是 在琉璃播出前 提起袁冰岩 就会说是老酒门里 演张艺兴妻子的那个女生 虽然这样给她短暂的带来了大量的热度 但时间长了也很容易败好感 众所周知 明星所呈现出来的 形象是非常重要的 毕竟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生活在各种摄像头下 展现出来的不同状态 都被观众看在眼里 于是明星就需要爱惜羽毛 很好地维护自己的生育和个人形象 再次回到本次的宠物猪丢失事件 固然有着助理过于激动 和客人不依不饶的原因在 但由于大家本身 对于远冰岩的观感就不是很好 于是在出现这样的事情之后 大众对她一片骂声 当然这并不是说明星就一定有错 不是说先入为主的态度是正确的 只不过是作为明星 一个好的个人形象 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定不能够过多的消耗 观众的好感度和粉丝的接受力 所以这一次 有网友抵制远冰岩出演 清晨一清欢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有资源毕竟是好事 远冰岩能够当选 清晨一清欢的女主 也或许是巨方发现了她的亮点 认可其实力 远冰岩的粉丝也不用着急去回复黑粉 毕竟亲往行动还在继续 要是惹了大麻烦就得不偿失了 还是需要冷静处理 总之网传的消息也不一定准确 女主到底是否是远冰岩 这也不是盖棺定论的消息 大家一定要谨慎吃瓜 不知道小伙伴们期待这部剧吗 好了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小伙伴们来评论区 一起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